理性游戏是图克金的欧斯玛老贼 最近很多粉丝问 如果司马顿不带藤甲 我们该怎么处理 正好老贼手里有这么一套阵容 今儿个咱们就拿出来跟大家聊聊 希望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思路 阵容方面 我们先给周泰带上 虎豹骑和铁骑驱驰来做主将 兵叔选择右敌之策 眼虚和立军 拳筒加点即可 接着我们再给太史词 带上暴力无人和百戚接应 来做队伍的核心输出 兵叔选择异鼓作气 圣战和直锐 加点方面 选择拳武或调整一部分速度后 拳武即可 最后再让灵统带上螺一血战 和当风吹绝来给队伍提供功能性 兵叔选择异鼓作气 圣战和直锐 全速加点 利用国士降风的先攻 配合铁骑驱驰的预袭效果 给队伍带来几乎绝对的先手优势 而全速灵统 既能给队伍提供更多的增伤 又能依靠自身速度优势 率先发动当风吹绝 来给太史词的爆发打铺垫 太史词则能依靠自带战法 带来的稳定连击 配合虎豹骑队突击战法的增益 以及铁骑驱驰 在发动突击战法后的减防效果 再加上灵统和周泰的双增伤效果 来给队伍提供爆发输出 例如这样 这样 这样 至于周泰 主将为周泰既能免疫限制爆发队伍的 机型阵 又能通过自身战法的分摊伤害效果 快速推出战斗 即使是没有战胜对方 也可以将我们的战损 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就像这样 正所谓一时碰瓷一时爽 一直碰瓷一时爽 那说了这么多 老贼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战报 大家可以自行暂停观看 我是司马老贼 三战圈里最讲道理的配奖主播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